好,那我们把第五章看完 第五章的5.7是15nL2,目的档格式 那我们介绍一个主要的目的档格式 我们介绍比较简单的是A.out 那本来其实我有放ELF 但是编辑觉得那个太难了 所以就拿掉 所以我们看的主要是A.out格式 这是Linux的早期格式 那Linux现在的格式是ELF Windows早期是像DOS的时候是.com 现在是PE.coff 那A.out的档案格式比较简单 它档头之后就是程式段 资料段 然后重定位资讯 就是程式的重定位资讯 资料的重定位资讯 然后符号表 资算表 所以档头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很快能找到这些段落 档头基本上就是段落的索引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程式段就是完全二进位的那个程式的机器 那资料段也是 重定位资讯就是M记录的那些要修改说哪里需要重定位 哪里是哪一个变数的那个东西 那最后符号表就是那个S记录 S记录的部分每一个符号它的位置是什么 或者它是以定义还是未定义的 那最后支串表就是为了在这里面 记录统统都是记录代码 都是记录整数而已 那那个整数如果是支串的部分 它要代表这边的一个位移 那所以这是支串表 那所以在这整个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支串 因为它都是整数 那有支串的部分就是代表它用整数的方式记位移记在里面 那这是A.OUT的档案格式 那它载入的过程呢 就是它会把程式段跟资料段载入进去 然后放在一起 然后之后呢它会 档头里面它会有每一段的长度 那每一段的长度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把未初始化 档头里面有未初始化资料段的大小 它把这一块呢保留下来 给程式的未初始化资料用 那接下来呢 它会去分配两个 在目的档里面其实没有这个东西的 一个叫堆积一个叫堆点 那堆积呢 叫heap 它就是你如果用c元的malloc 的时候它会从堆积里面分配空间给你 那如果你用java或c++之类的 c++也差不多 java的话就是那个new 建立一个新物件的时候 它必须要从堆积里面去分配空间给你 那堆叠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就是当它有函数呼叫 函数的呼叫会需要一些参数 那些参数的部分 它会利用堆积来存 那函数是一层一层叫下去 会一层一层再回来 所以它是一个堆叠的结构 所以它叫得越深的时候堆叠就长得越高 如果回来的越多的话 堆叠就降得越低 那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做stack overflow 就是堆叠意味 stack overflow就是当这个堆叠 这样子一直长到碰到堆积的时候 没有空间可以找 那就意味 意味的时候你的程式会发生什么事 就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它会发生错误 那现在很多电脑如果有分段的话 意味它还会最后它还会提示你 那如果是意语言 比较传统的方式 它根本就不会提示你意味 所以最后就是不不确定会会发生什么事 那叫stack overflow 那我们的电脑有一个很好用的网站 叫做stackoverflow.com 那个网站里面就是很多人在讨论那个程式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网站非常棒 那各位只是它是英文的 stackoverflow.com 这个网站 往往你搜寻很多英文的那个资讯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连到这边 那它什么都有 它什么问题程式都在这边回答 那你点进去你会发现 它做得非常非常棒 就是比如说我点关于html 那它这边就taghtml 那我再点别的 它叫tagdevine 那你可以这样子去找 你往往会从google里面找进来 那它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tag 比如说各个分类都分类的很好 那Java Python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看 那我刚刚这是跟devine有关的 linux五方图 这是它关联的标记 那实际上不止这么多 这么少 因为它是这一个devine领域里面 关联的就这么多 那如果你回到上一层的话 你会发现说这边的标记 html就有86355个 iFrame有5668个 非常非常详细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网站 那我们不是要讲那个网站 我们只要讲stack overflow这个概念 堆叠意味 堆叠意味 堆叠意味就是 这个一直涨 涨到把堆积盖掉的时候 就是堆叠意味 好 那A.out的档案结构 这是真实的吸引元的定义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esec 就是A.out的档案的结构的最上层 那再往下 这个是重定会结构 重定会资讯 再往下这个是符号表 符号表它用的是链接串列 那接下来要看的是 实物案例3的Linux动态载入技术 那这边我们刚刚看过了它的比较表 就是他们动态载入Windows和Linux的比较 那这里给一个范例 很简单的范例 那这个叫dlcode.c 那我用gcc这样子 然后l dl lo就是连结嘛 连结dl这个函式库 那连结了之后呢 这个程式呢 它做什么事情 它在程式 man组程式里面 去动态的去open一个函式库 而且这个函式库是以字串名称的方式传进去的 这一点很重要 以字串名称的方式传进去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字串改掉 你载入的函式库就不一样 甚至你可以用 把那个args0放进来 那你就可以看你打什么函式库 它就马上载入什么函式库 那这样子会 会在某些时候会很有用 那这时候取得完 它取得一个叫handle的东西 handle 那从这一个 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函式库 动态函式库的指标 那它在利用dlsym去取 取什么 取cos这个符号 取cos这个符号 取出来之后 它会取得一个函数指标 把这个函数指标传回来 那如果这个东西还没有被载入过呢 它会临时去把它载入 载入完之后再把指标传回来 传回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一个cos 这一个函数 请注意前面还加个信号 代表是指标内容 指标内容 我去呼叫这个函数指标的内容 它其实就是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的意思 那我把2.0传给它 所以它会传回cos2.0给我 传回cos2.0给我 这里就会印出cos2.0的值 然后最后呢 关闭就好 那这就是一个动态载入的例子 好 那剩下的就是习题了 那没有什么 那这边我后面还有补一些 ELF的档案格式 这是目前Linux在用的 它比较复杂 所以就不讲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好 那各位再 再复习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